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晚上我们一起聚会金拜神。 晚上我们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专的内容, 谈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查考十五节跟十六节。 因为他们离开盖撒利亚。 他们收拾好行李,就往耶路撒冷的路走。 在凯撒利亚也有几个门徒,要陪同保罗他们一起走。 这些人真是爱神的人。 因为民知道路途遥远。 也知道,回到耶路撒冷会有逼迫的事情。 可是他们能就勇敢地要一起回来。 这是基于爱神的心。 也是一个勇敢。 是有很坚定的信心才做得到的。 之后我们又讲到拿孙。 因为他是塞浦路斯的人,居比路的人。 是信主很久的一位信徒。 他住的地方,刚好是回耶路撒冷路上,可以做休息的地方。 。 也透过凯撒利亚的这几位门徒。 因为有他们的带路。 所以获得拿孙来接待他们。 接待神的功能,也是需要有爱心。 如果没有爱神的心。 就算你是福音功能,也不会想要接待。 因为对你又不认识。 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待陌生人。 但是因为主内一家的缘故。 加上盖撒利亚这里的门徒的带领。 这拿孙为主的名缘故来接待福音功能。 那拿孙展现出爱主的心。 也展现出爱同工的心。 。 那这都是我们需要可以学习的地方。 那从17节以后,一直到40节。 。 这一段都是写到保罗已经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也发生了很多事。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就会从17节以后。 谈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 。 我们从这当中,来做查考和学习。 。 期待对我们,对使徒行传的内容可以有帮助,更加的了解。 。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当中,来学习一些道理。 。 那我们先来,一起来读17节到20节的这一段。 是谈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 好,我们一起来读。 17节到21节。 21。 对不起,20节。 17到20节。 一起来读。 17节。 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第二天,保罗向我们,同我们去见雅各。 并且,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将,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 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旧归荣耀无神。 对保罗说,兄弟,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并且都会欲罚得心。 好,这一段17节,谈到了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啊,是主耶稣升天以后,第一个传福音的地方。 所以使徒时代所建立的教会,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 从圣灵降临后,有一次洗礼三千,有一次洗礼五千。 那时候,神迹奇事非常的显明。 还有弟兄姐妹,大家都同心合一。 所以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信徒非常的多。 但是后来发生了逼迫的缘故。 门徒才试散到其他的地方去。 可是能够有一些人,他没有离开。 他们能够留在耶路撒冷。 所以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后,耶路撒冷的弟兄就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路加特别记载,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那这我们当然,我们之前有讲过。 包含了保罗,路加,还有马其顿七个人的代表团。 因为他们当时候,各教会推派代表,带了许多的钱,要回来耶路撒冷帮助。 所以从马其顿开始,这一行人至少有九个人。 然后到了盖撒利亚,又加上一些门徒。 但是盖撒利亚的信徒,到底有几个人一起,不知道。 因为圣经没有写。 但至少是两个人以上的。 因为圣经说有几个门徒。 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所以这群人,整个代表团至少有十几个人到二十个人左右。 有。 那有这么多的人回到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当然很高兴。 那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想。 这里头有认识的童工。 至少保罗就是他们所认识的童工。 那这里头有远方来的教会的圣工人员。 那如果再用亲密一点的关系来说, 哦,有远方来的教会的同龄弟兄姐妹来到。 就是从马其顿来的这七人代表团。 或许该萨利亚跟耶路撒冷比较近, 那彼此都认识。 因为当耶路撒冷遇逼迫的时候, 有一些人也是到该萨利亚。 像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北历, 它就是从耶路撒冷来到该萨利亚定居的。 而且从耶路撒冷到该萨利亚, 它的整个距离大概八十几公里到九十公里而已。 所以在该萨利亚的这几个门徒都有可能是耶路撒冷的弟兄所认识的。 那不管原本就认识, 还是从远方来原本都不认识, 都没有关系。 我们再次看到接待的道理。 为什么接待? 因为主的名的缘故。 因为这些人是主的仆人, 是主耶稣的门徒。 所以接待这件事情, 在使徒时代的教会, 可以说这是主那一家爱的表现。 而在接待当中, 我们看路加, 他用欢欢喜喜的接待, 表示大家是很高兴的。 所以说, 人们就没有遭遇到, 我遇到他, 我遇到他, 但以后, 我遇到他, 他遇到他, 我遇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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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欢喜喜的接待这件事情,我想我们是需要学习的。 今天不管是我们在经边,或者是我们在各神聚会的地方, 我们弟兄姐妹在主耶稣的爱里面,我们要学会彼此相爱。 因为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新命令。 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四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 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讲的话。 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就要这样彼此相爱。 所以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接待的道理的开始。 也就是说,你要学习接待的道理之前,你要先学会彼此相爱。 因为有爱,才不会讨厌。 因为有爱,当你很忙的时候,你才不会很厌烦,觉得很烦躁。 因为做接待的功夫,有时候要很累的。 如果平常没有接待人的习惯, 突然来了很多人。 如果是发生在家里面。 恐怕有一些人说,你不要来我家。 我家太小的容浪,没有办法让你们多进来。 有人说,你不要来我家。 因为我平常都在工作,没有时间打扫。 所以我们家里很乱,你不要来我们家。 没有时间接待你们。 其实在教会里面,因为当传道,常常会跟弟兄姐妹去访问。 有时候会看到,非常有爱心的弟兄姐妹,把我们认定是主的门徒, 而用很真诚的爱来接待我们。 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 我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 我学习的是耶稣的爱。 因为我得到耶稣的爱这么多。 学习告诉我们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相爱。 所以为了接待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的工人, 从来都不会有怨言。 也不会觉得很勉强。 没关系啊,你来啊。 也不会觉得说,你们来造成我的麻烦,你们最好不要来。 其实各样的信徒我们都遇过。 有遇过,就是不要我们去他家的。 有遇过,我们很勉强才让你来的。 也遇过,传道,你怎么教会好像很久都没有来我们家访问了。 有遇过,有遇过。 有遇过,有遇过。 有遇过。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都是从家庭里面,欢欢喜喜的接待。 接待信徒。 接待教会的工人。 好,我们都是要因耶稣的缘故。 就像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这些门徒一样。 因为他们也是欢欢喜喜的接待。 那既然是欢欢喜喜的接待,就不会有烦躁怨言。 我就想到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谈到有一次耶稣来到玛大玛利亚的家。 。 玛大玛利亚他们这个家庭,常常接待耶稣。 。 圣经也记载说,这一家人是主所爱的一家人。 。 好,那有一次耶稣来到他们的这个村庄。 。 好,那叫玛大就把耶稣接到自己的家里。 好,我们来看圣经的这一段记载。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从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的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在讲到耶稣来到玛大玛利亚的家。 。 那个时候耶稣不是直接说,我们去玛大玛利亚的家。 不是哦。 。 而是玛大听到,耶稣来到我们这里呢。 来到我们这个村子哦。 。 。 那路加这就特别记载了。 在三十八节就这样说, 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大就接耶稣到自己的家里。 好,所以这时候是耶稣来到这个村子。 村子有多大我也不太清楚啦。 可是有一些地方它的村子是很大的。 那很大,有时候人来了在哪一个地方,大家都不知道。 。 可是耶稣来到玛大他们这个村子, 玛大的消息算是很灵通。 那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村子里面的人就在讲, 耶稣来我们村子了。 那玛大听到这个消息, 赶快去找到耶稣就把他带到自己的家。 那耶稣被接到玛大他们的家之后, 从玛大的角度来看。 因为从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的记载。 能够接待到耶稣, 哇,玛大非常的高兴。 所以他想要煮饭,或者是要准备好的东西, 好吃的东西给耶稣来接待他。 我想这是因为他的爱心。 那他的妹妹反倒,因为耶稣来了, 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道理。 在四十节那里有这样说, 当玛大在准备东西接待耶稣的时候, 因为事情很多。 那心里就很烦,很乱。 他心里面就有一些怨言。 所以就来向耶稣这样说。 诶,我的妹妹都不来帮我。 让我一个人,在忙着要来接待你。 诶,主耶稣你都不会在意吗? 你叫我的妹妹来帮助我。 好,那结果耶稣不但没有叫玛利亚去帮助。 耶稣反倒对玛大这样讲。 玛大玛大, 你为许多的事, 思虑烦恼。 但是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 那这是不能夺去的。 所以有时候因为主耶稣这样讲。 有时候就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被安排到要做接待的人, 他们就觉得,诶,我要选上好的福分。 所以他们就告诉负责人说, 因为我要在会堂里面听到我要选最好的福分。 那其实能够听到当然是很好。 那其实爱心的接待, 他得到的赏识也是一样的很多。 而且一般做接待的工作, 不是固定的, 是大家轮流的。 所以并不会造成说, 每次怎么都是我在主办, 都是我在接待。 既然是一个属灵的家庭, 就是大家轮流嘛。 可以听到, 当然是造就自己。 可是如果能够做接待, 可以做事奉, 得到的赏识也是很多。 我想马大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 不是因为他做接待这个事情不好。 而是接待的心态。 看到有别人可以不用做, 就可以享受, 他当然心里不是智慧。 有时候被安排, 心里头就会有怨言。 又因为是被安排到的, 所以心里头不会欢欢喜喜的去接待。 那加上如果事情又一多, 如果又加上很热, 那个心真的会好像要跑出来一样。 那有时候很容易就会花皮, 机会摄取。 其实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能够做接待, 一定要心平气稳。 而且也是按着神的道理, 凭着爱的心, 爱心来接待。 如果我们做接待的人, 是凭着真理, 又凭着爱主的心, 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做接待的时候。 我想就不会有像麻达, 这种心烦意躁, 这样的情绪跑出来。 那这个事情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说, 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来到金边以后, 每次如果被安排在金边领会, 因为只有金边有主办。 有爱餐。 其他安息日大部分的地方, 聚会的点都没有。 但是, 有时候到乡下去领会。 如果遇到吃饭的时间, 我们通常都是在外面买个餐盒, 就可以吃了。 可是有时候在金边, 我们大部分都是以安排人来煮为主要的。 可是有时候看, 安排不到人。 以前在就会堂那边, 常常看, 怎么没有人煮饭。 或者是每次煮饭的人, 都是同一个人。 我们不是有很多信徒吗? 有时候是专职, 就自己来煮了。 这就是看出教会可以被安排来做接待的人不多。 那是真的没有人呢? 还是负责安排的, 负责人不会去找人来? 还是被找到的信徒他不愿意?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有时候必须要去想一想。 因为以欲望在一些教会, 在柬埔寨以外的一些教会, 通常不是没有人。 通常是信徒都想说, 我好不容易可以安息日, 不用上班来到教会, 就是要好好听道理, 你就不要排我了。 到底想通常是 DIDNOR漫才能不够认可? 那有一些人是因为进到教会的厨房又热, 煮完 身上又多是汗味 又是油烟味 就不喜欢 有些人觉得说 我来教会就是享用现成的就好了 那是教会要做的 反正我去教会就是要享受 自己都不愿意付出 当然各样心态的人都有 如果教会人是几百个人 就不用怕找不到人了 我们在今天聚会的人数 安息日大概四五十个人 有时候真的也是很难找到人 总是要有弟兄姐妹愿意明白道理 凭着爱心 接受安排来做接待的工作 以后我们在节目再的圣功 如果发展起来 每个省 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人来信耶稣了 有时候这个教会去那个教会访问 那个教会来这里访问 那这就不是只有安息日的爱餐而已了 那这就不是只有安息日的爱餐而已了 所以就会有一些清洁的工作 当他们离开之后 黄问团离开之后 然后还要打扫 还要清洁 还要清洗 那个凡杂的事情 非常的多 那这些当然不是 那个是你们专职的事 那个是全部弟兄姐妹都要学会接待的道理 那其实如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人因为先知的名来接待先知 那他就一定会得到先知的赏识 这个就是做接待所得到的赏识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 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 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四十节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他我来的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识 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 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识 不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义 只把一杯凉水给小子女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识 这是主耶稣讲的话 谈到的就是接待的赏识 如果你是为主的名来接待人 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神的工人 那神的工人他得到什么赏识 你接待神的工人你就得到什么赏识 就算他不是神的工人 算一般的信徒好了 那你因为信徒 那你就接待他 因为信徒就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的弟兄姊妹啊 那你就必得义人的赏识 所以最后42节主耶稣才说 无论是什么人哦 如果你因为门徒的名 那你拿一杯凉水给一个很不齐言 很卑微的这些小子 让他喝了 耶稣说这个人不能没有赏识 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得到赏识的 所以学习接待的道理 这是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的25章 31节以后 这里也是在谈到接待 而且是审判的时候 主耶稣审判的人会把所有的人分成两边 有在右边有在左边 34节 25章34节 这是王的说话哦 你们是蒙我天父是福的 可以来承受创世以来 为你们预备的果 这是我们的天父为我们预备的 那他们为什么能够承受天父预备的 国呢 35节以后 讲到的原因 一直到40节 里面记了很多的事 但是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接待的道理 也就是说接待的道理包含了这些事 第一个 35节 肚子饿了给他吃 口渴了给他喝 这个就是饮食 那第二个 我做客人 我客旅的时候 就是说在外面流动的时候 你们让我住的地方 36节说到第三样 就是 你给我衣服穿 那第四个就是 我生病的时候 你来照顾我 第五个 我被关在煎熬 这个被关煎熬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血 可是如果以当时候性能的环境来讲 很多工人包括很多的圣徒都被关煎熬 那你们来看 那这里头就是讲到这五件事情 那个就是一个接待的道理 包含了这五个方面的事 那个就是去监狱就是一个关怀 关心 可是37节以后 这个义人 他就说 我不记得我有对你做过这些事 是啊 我们什么时候拿东西给你吃 什么时候看到你口渴给你喝 我也不记得我有接待你到我家去睡觉啊 我也不记得我有接待你到我家去睡觉啊 也没有给你衣服穿过啊 生病的时候也没有去看你啊 你被关在煎熬也没有啊 你被关在煎熬也没有啊 可是这个王 40节王就这样回答 你们把这些事情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你们把这些事情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所以这个接待的道理哦 我们从这里更可以看到 接待不是只有 请你吃饭给你东西喝而已 而是包括各方面的关心 但是这个都是要你心中有神的爱 那你才会从心里面 欢欢喜喜的去接待去关怀 好 那这样子你坐在人的身上 你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我想这次我们在柬埔寨的弟兄姐妹啊 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接待的道理 接待的道理是需要慢慢学习的 那如果没有透过学习 所以我们在查考词语行传的时候 这个接待的道理在保罗很多地方 他都常常被接待 那我们可以说因为他是神的工人啊 所以一定会被接待啊 好 那可是有很多人 神的工人又怎样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接待你 在我们这个时代 也都有这样的信徒啊 那当然如果以工人来讲 他绝对不会去在意说 你是怎么样接待他 神的工人只在意的是 你是不是从心里面真的明白道理 而且是为主的名啊 来接待 看到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啊 看到保罗他们一行人来到 欢欢喜喜的接待 我想这次保罗回到 这次回到耶路撒冷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因为好久不见了 大家见面啊 非常的快乐 那这是为主的缘故 也是主那一家的表现 那我们晚上先就分享十七节这一段 来学习接待的道理 愿我们从神的道理来得到造就 那其他的部分我们下次再继续查考 我们来订阅一些小联系 我们来订阅一次 要订阅一下 catastrophe 我成立的每个部分 好